又到做飯盒的時間 相信大家都一樣 考完大考之後 再多一段時間就放早 那就爭取時間 做多一次飯盒給他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這次要用什麼材料 腸仔 蟹柳 火腿 漢堡扒 魚片 還有日本魚蛋 還有粟米 紅蘿蔔 甜豆和紫菜 還有飯盒 和最好的夥伴 還有煞熟的雞蛋備用 這次用了小工具 就是這把瓶用來切食的芥刀 比一般的芥刀特別鋒利 所以要切細小的形狀 便容易控制 這次用了這麼可愛的眼睛 和一個吸毛 首先就是雞蛋煞熟 剝殼備用 魚片切片 然後拿去煎 粟米也是煮熟 然後起粒 蘿蔔切成幾個小圓 漢堡扒切條 一會兒用來做雀巢 這次的主角其實是這個飯盒 新買回來 就挑戰一下五格的飯盒 我們準備好材料 就可以開始製作飯盒 和上次一樣 用保鮮袋拌勻 用了保鮮袋 才不會黏著手 其中一格 我打算做雞仔 雞仔應該是黃色底 把煮熟的粟米和飯混在一起 就有黃色的效果 拌勻後 用匙巾小心放在其中一格 然後用匙巾的背面 壓平它 而另一邊 我想做一隻黑貓 之後會有紫菜可以遮蓋飯 我用白飯 小朋友也有兩種選擇 可以吃白飯或粟米飯 接著就到裝飾飯盒的部分 我在家找到一隻碗 它的圓周和飯盒上的大圓差不多 用它來做模子 剪出紫菜就剛剛好 鋪了紫菜上去之後 用手指按壓幾下 務求令紫菜和飯黏緊一點 我們裝飾的時候就會方便一點 我們先裝飾黑貓的部分 首先用剛才煎了的魚片 剪兩個大圓出來 然後用紫菜剪兩個小圓做眼珠 都是一樣給壓力 讓紫菜和魚片黏在一起 然後用火腿剪一個三角 來做它的鼻歌 然後用蟹柳上的紅色 來做貓貓的頸環 再用火腿剪兩個三角 做貓貓的耳朵 完成雞仔了 圓形的蘿蔔就剛剛好用來做雞仔的嘴巴 兩邊面豬燈就加兩塊火腿 可愛一點嘛 然後用紫菜剪一個U型 來突出嘴巴的線條 再剪兩條長的紫菜來做它邪惡的眼睛 做起來好像有點像Angry Bird 然後再在面豬燈上面剪兩條 好像等於這樣的紫菜 看上去好像卡通一點嘛 日本的卡通雞仔都是這樣的 做完眼睛和面豬燈 我發現嘴型很不配這個固滑的雞仔 所以我決定幫它改一改嘴巴 由圓形改回尖形 好像枝渣一點嘛 這樣就配上了 再幫它加一個雞冠 這樣就完成雞仔的部分了 到做下面的部分了 下面的其中一格 我想做一個著巢 上面坐著一隻雞仔 雞仔怎樣做呢 就是要把雞蛋煮好之後 再用芥刀在外圍 鋸齒形地輕輕切一切 其實用這個方法做雞仔 都要有一定的經驗和技巧 技巧就是你們用芥刀刺進去的時候 你要感覺到那個蛋黃 你的刀是剛剛碰到的蛋黃就要停的了 因為如果你戒得太深 蛋黃就會散 這樣就做不到雞仔的效果了 戒了一個圈之後 就輕輕地把上下部分分開 一打開就會變成一隻雞仔 為了小朋友有多點菜和多點菜 我另外一格就沒有什麼主題 就做了兩條小腸仔的白爪魚 那腸仔怎樣可以做白爪魚呢 實在太簡單了 就是當你煮之前 在腸仔的底部割一個十字 這樣它煮出來就會變成白爪魚的形狀 再幫兩隻白爪魚加上眼睛 這樣就很可愛了 到做雞仔的部分了 雞仔就是用樹枝做的 用漢堡扒來代替樹枝 這樣就最似了 做漢堡扒才發現自己忘記了 放日本魚蛋在下面 調色 又可以多個菜 一舉量得 繼續做我的雞蛋 先做我的雞蛋 剛才的雞蛋 做了眼睛 就可以放在上面 你們說像不像在雞蛋上的雞蛋? 放了雞蛋上去之後 我會繼續放一些漢堡扒在下面 務求可以令到雞仔攝緊 那我運送的期間 雞仔就不用滾來滾去 滾散了 到最後一格 我選擇了放水果 今次我選了荔枝 前一晚剝定殼放進雪櫃 吃下去就涼滲滲 很清甜的 就這樣 我還用了一些可愛的牙籤 插著他們 又可以有趣 又可以方便他們吃的時候 不用弄髒的手 這個就是今個學期 最後一個飯盒了 希望你收到會喜歡 和吃完它 都多謝你們陪我一起 做了這個愛心飯盒 喜歡這條影片的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我 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和訢獄分享